大家好,歡迎來到Casper媽媽的頻道 我們在上兩集《守護孩子精神健康》中 都說了一些自殺的訊號和如何應對 來到今集,我們要集中探討如何提升孩子的抗疫力 其實家長可以積極提升孩子的保護因素 從而減低孩子自殺的風險 我們今集會介紹四個可以提升孩子的保護因素 提升孩子的抗疫力方法 準備好了嗎?我們現在開始了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Casper媽媽的影片創作 訂閱我的頻道和請我喝杯咖啡 第一,亦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就是要提升家庭的支援和凝聚力 我們要多些陪伴孩子 讓孩子知道你很關心他們 我們亦要多聆聽和認同孩子的感受和困惑 避免批評和指責 和我們要和孩子建立優質的親子時間 建立良好的關係 第二,好的貧貝關係和社交支援 對小朋友的情緒都很重要 我們可以鼓勵和協助孩子結交朋友 和維繫友誼 我們亦要和學校和社區 建立緊密的聯繫 以知到小朋友的情況 第四,我們要教識小朋友合意的應對 和解難的技巧 我們可以引導小朋友從不同角度去看事物 和學習有效的解難技巧 亦要為小朋友示範如何抒發情感、解難和照顧自己 最後,小朋友也要懂得建立正面的自尊感 我們要協助小朋友發展興趣 了解他們自己的強項 今集我們總結了四個 可以提升小朋友抗疫力的方法 家長亦要時常保持好心態 好說話、好情緒 和小朋友相處 最重要是我們要多接納 多欣賞 多鼓勵小朋友 希望各位家長 都可以和小朋友 建立一個良好的親子關係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